嗨 立廷早 郑老師今天穿得這麼好看 要去哪裡啊 沒有 昨天我在來電視台之前 我就問了太太一個問題 我問她我和陸涵比誰比較帥呢 她就馬上給我回答說 肯定是我呀 蛤 要拿老師跟陸涵比 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 我叫立廷 剛才老師問了我一個問題 就是老師 曾老師跟陸涵來比 誰比較帥啊 曾老師 我覺得您的師母 我的師母 您的太太肯定說您帥 對其他同學或者我來說 應該是陸涵比較帥吧 謝謝立廷你的誇獎啊 其實我覺得你很厲害說話呀 今天我們這堂課呢 其實也跟說話有關係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看這個課文 為什麼會跟說話有關係呢 是 那曾老師 我知道曾老師在這個信譚 執教已經超過20年了 對不對 是 然後呢 曾老師的這個說話的藝術 一定很高明 因為要成功把學生在課堂上的 那個專注力給吸引住 可是這一堂課為什麼會跟說話的意思有關 那個藝術有關 我看到什麼 周濟諷其王那件呢 這個 課文最主要說明就是說 周濟他到時候 我們來看這個課文的標題 周濟諷 那個諷字其實就是一個勸告 它不是諷字的意思 就是對齊王他要有一些勸說 對這個齊王他看到了一些問題 他想要勸告齊王 所以這個諷齊王 那齊王那件它其實是一個兼語短語 就是周濟他給齊王一些勸説 那麼齊王接受了他的這個看法 好 那這堂課 我們今天有六位同學跟我們一起來連線上課 我們先介紹這六位同學好了 跟六位同學打個招呼 大家好 好 同學們好 哈啰 同學們 揮揮手 你們好 來 我們一個一個來做介紹好了 我有你們的這個馬來文名字 但是沒有中文名字 我一個一個點名好了 D相慶是哪一位同學 舉手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鄭老師好 利婷姐好 你好 我叫鄭相慶 來自哪一所學校 我來自敦馬利國中 敦馬利國中 好 相慶您好 相慶好 是 再來 李美欣是哪一位同學 大家好 大家好 老師好 利婷姐好 我是李美欣 我來自敦馬利國中 是同校 是 同校 是 還有Edward Paul 韋傑 大家好 利婷姐好 鄭老師好 我叫韋傑 我來自敦馬利國中 好 韋傑 是哪一位 好 你好 大家好 鄭老師好 利婷姐好 我來自敦馬利國中 好 還有一位是 好 還有一位是 Po Ming Jie 大家好 鄭老師好 利婷姐好 我的名字叫 我來自雙西南梅 國中 另外一所國中 雙西南梅 還有最後一位同學 李國淳 大家好 利婷姐好 鄭老師好 我來自雙西南梅國中 我叫李國淳 好 六位同學好 我覺得他們幾乎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都戴眼鏡 除了最後一位同學 是 是 是 我們今天跟六位同學 要上這堂課 就談說話的藝術 那老師想要再通過這堂課 給學生一些啟發 肯定 但我看到桌面上擺了這麼多的 不同的書籍 畫 能請老師給我們介紹一下嗎 這個我們的課文最主要就是 來自戰國冊 就是這一本戰國冊 那這個地圖最主要的就是 各朝代的這個地圖 跟我們現在中國的地圖做一個比較 是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目前中國的這個各省份 跟以前的朝代是在什麼一個地方 是 但我發現好像還有一面鏡子 對 就是等一下我們看這個課文裡面 有提到這個周記他照鏡的時候 這跟老師剛才一開場照鏡 可能有一曲同工之妙嗎 對 是的 然後這兩幅畫是老師你畫的嗎 不是 是我哥哥畫的 這帶出什麼呀 誰是周記啊 哪一位啊 那一幅畫那個周記跟他太太的對話 這個是他經見起亡的時候 我不是在鏡頭看得到嗎 就這是周記 對 周記是一個謀士對吧 是 然後呢 這是他太太 他們之間會從一段對話 引出今天的這個課文 好 相當的有趣 我們這裡先休息一下 稍會來呢 我們就請老師 把這篇歌文跟大家來分享 不要走開 休息一下 那今天是已經進入八月份的第六個 我們知道這個月份呢 就是國慶月 我把這個國旗也給老師一支 希望說今年的國慶月呢 到了接近國慶月的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群體免疫 已經接近完成 速度越快越好 然後疫情緩和下來 大家都能夠像往常一樣自由地出門 當然同時我們還是要做好我們的SOP了 因為變異的病毒很可怕 所以我請老師過來這裡 跟我們一起來消毒雙手 開課之前 好 然後呢 我們再繼續上課好了 那講到今天的課 剛才老師一開始就有講到兩個動詞 對 在這個主題當中 一個是粉 一個是劍 好 我們請老師再跟我們進步說明 這個粉跟劍之間 那可能要注意什麼事情 就是雖然這裡的粉不是諷刺的意思 但是提供建議好像也需要一定的說話 意思對吧 對 也就是說這個週季呢 它能夠很巧妙地把它要傳達的意思 告訴齊王 這個就是我們要大夥要深入去探究的 其實今天我們這堂課呢 是第二課時 上個星期我們已經學過了 就是同學們我們都學過了這個翻譯 還有這些詩詞俱詞 今天我們待會兒就作為一個複習 我想要求同學們來 先來朗讀一下課文 太好了 聽聽同學的聲音 好 同學準備好了嗎 來 先看這一篇 好 來 有哪位同學要先朗讀 可以舉手 老師 我先來 OK 好 老師 我來 好 來 陳北徐公 齊國之美麗者也 既不自信 既不自信 而復問其切曰 吳屬於徐公美 切曰 徐公何能及均也 當日 課從外來 與座台 問之 吳與徐公屬美 課曰 徐公不若均之美也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請下一位 老師 來 明日徐公來 屬世之 自以為不如 虧敬而自是 又無如遠勝 任請而思之 曰 無妻之美我者 思我也 切之美我者 為我也 克之美我者 欲有求於我也 好 我們再請下一位同學 老師來 來 韋傑 於是 於是入朝見威王 曰 臣 臣之不如徐公美 臣之妻思臣 臣之妾未臣 臣之客 欲有求於臣 皆以美於徐公 經其地方千里百惡時臣 公父左右 莫不私亡 朝廷之臣 莫不畏亡 四經之內 莫不有求於亡 由此官知 王之彼 聖矣 OK 很好 來 下一位 我們再請下一位同學 我請我來 OK 明姐 來 王約善 乃下令 群臣立民 能面次寡人之貨者 受上傷 正書簡寡人者 受重傷 能邦逸於世朝 聞寡人之兒者 受下傷 OK 好 謝謝 來 我們請下一位 最後一位同學 好說 OK 好 好 謝謝同學 你們的朗讀非常好 那我們上一堂課 我們看過了這個課文 首先呢 同學們 我先要大家注意 第一段 第一段你們來看一看 我屬於陳北 徐公美這個問題 當周濟他提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說 我跟陳北的徐公 到底誰比較美呢 那周濟他問了哪些人 我們做一個複習 他問了哪些人呢 而他得到了一個怎麼樣的答案 來 你們來回答 老師 我來 對 郭承 他問了三個人 第一個人是他的妻子 第二個是他的妾 對 第三個是客人 是的 然後周濟得到的答案是 他比徐公還要美 徐公應該是以前很有名的美男子 對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標杆 就他 其他人要比美的話 都要跟他比對不對 是 好 所以剛才郭承說的 你看 我俗語 陳北 徐公美 所以他開始他問了的就是妻子 對吧 他問了這一句 那麼問妾的時候 他就問 吾 俗語 徐公美 對吧 好 那接著他問他的客人 吾 吾語 徐公 俗美 對吧 他問了這三個 那請問他們得到了什麼答案呢 最終 同學要 剛才那位同學說 好像都是他最美 都是他最美 徐公都不如他 好 有其他同學還要再補充嗎 沒有 一致認定答案是對的 佳妍 你來說 他的妻子說 十公何能及君也 然後他的妾也是回答這樣 十公何能及君也 然後他的客就說 十公不諾 君之美也 對 所以就是說 這三個人他們回答的 就是周記他提出了這三問 結果得到三個不同的妻子 妻子 妻還有客人的回答 就好像剛才 國存還有就是佳芸所說的 君美聖 就是三個一口同聲都說 你非常美 你最美 所以你看他得到了三個答案 他好像不滿足對吧 對 當然我們就看 也就是說周記他得到這三個答案了 過後 你看 也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君美聖 對吧 他的妻子給的答案 還有就是徐公何能君也 他的妾跟他說 還有就是客人 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他得到了這個答案過後 就是一口同聲都說 You are very handsome Handsome 對吧 所以他說你的是最漂亮的 那同學們我請問一下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有哪位同學 韋傑 我看到你舉手了 我快回答 好 來 妻子會覺得周記美於徐公 是因為妻子偏愛她 然後她的妾會覺得她比徐公美 是因為她的妾害怕於她 因為她的妾的地位比較低 然後她的客人會讚美她 是因為她有事要求她 她想要拍她的馬屁 對 想要拍她的馬屁 有求於人 對 要講多一些好話 是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說在這邊她提出了三問三答 過後她的三個妻子 妾還有客人她給的原因 第一個就好像剛才韋傑所說的 就是表現了妻子對她的這種 由衷的喜愛 愛戀之情 就是這個是我的另外一半 所以別人在我的眼中都是比不上的 情人眼裡出西施的意思了 對 就是誰都是比不上我的 另外一半的整片人 那妾就是說少了這個君之美 我們可以看到她少了這句話 就表現這個妾她其實感覺到 地位非常的卑微 對嗎 她擔心萬一這個周祭把它修了怎麼辦 所以她有那種為妾的心理 對嗎 還有就是客人她的語氣更加的輕了 表示從一種應酬 就好像剛才回家所說的拍馬屁 對嗎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做出一個結論 就是妾是怎麼樣的 騙思她 愛她嗎 對了 就是妾對她的是 她進行了這個三個思考了過後 她得出了什麼樣的一個感悟呢 就是她從每個人的這個回答 她就進行了一個思考 結果她悟出了一個道理 所以妾子對她是怎麼樣的呢 就是私我 太太是我的枕邊人 所以對她來說別人都比不上我的 那麼妾為我 一個是私我 一個為我 那麼客人是有求於我 這三個人她表達的 她那個帶出的原因都不同 所以她悟出了這個道理 對吧 接著下來我們看一看 同學們你們看第二段 在她不自信的時候 周期從不自信到墓 她傾而思之 她反映出怎麼樣的一個品質呢 她得到了 她知道了這個原因 結果她就說她這個不自信 不自信其實這邊我們上一堂課說過了 她是一個道莊居來的 就是不信自 她不相信自己會比她更美 她是一個美男子 對吧 她看了過後 這麼漂亮 就好像如果是剛才我這邊得空的時候 我就滑了一下手機 看一下陸晗長什麼樣的 對 我就感覺到 糟糕 我怎麼可能跟陸晗比了 是吧 我是一個中年大叔 他是一個小鮮肉 沒關係 陸晗也會變中年大叔的有一天 對 所以這個周期也是一樣 所以她開始的時候是不自信的 就是她不相信自己 她不相信自己 到晚上的時候她傾而思之 那反映出怎麼樣的一個品質呢 同學們 你們來說一說 哪位同學 這個明杰是嗎 來 你直接開賣 佳芸 明杰你先說 周期有自知之明 她能清洗 清洗面判斷 和不會因為別人的稱讚而焦重 對 她有自知之明 對嗎 好 佳芸剛才你有舉手 什麼你要補充嗎 來 她活在當下不會被那些花眼巧蠅 努力現實 是的 就是說她看清整個事實 對嗎 她很理智 是的 還有誰要補充的嗎 詳慶 來 你說 她對別人的稱讚能夠理性地判斷 然後就可以冷靜思考 是的 對別人的這個判斷 自己不會說一味地沉醉在這種讚揚 或者是讚美之中 很好 來 還有哪個同學想要補充的 我好奇是她寢而思之 哪一位同學能夠說明一下 就是她 她是在這個句子裡面表達了這個 什麼事情呢 她晚上的時候怎麼樣了呢 她晚上的時候她進行一個自我反省 對嗎 好 哪個同學想要回答呢 對 郭春來 郭春來 她到晚上的時候 她就會在那邊不斷地反思她自己 到底是她美還是我美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她進行過這個反思出來 她得到的這個品質 就好像剛才同學們所說的 也就是她不盲目地親信 對別人的這個讚美也好 或者是對別人的一些誇大的話 她不會盲目地親信 自己會進行一個思考的 也就是說她對別人的這個褒獎 能理智地判斷 不是說一味地相信 我就沉醉在這種別人的讚美之中 而且能夠冷靜地思考 而且能夠反視自己 然後反省自己 OK 好 非常好 那她這種 其實周記這個行為 其實我感覺可能也不多見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聽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讚美的時候 我們會信你為真 是 那周記怎麼會這麼理性呢 老師 對 我們接下來看 她第二天她看到這個徐公的時候 她見到徐公就好像做這個美男子 她就進行一個思考 那其實她有什麼作用呢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 就是周記她對別人的讚美 她會進行一個思考 思考了過後 她會聯想到其他的一個事件 接下來我們會看的就是 徐公她反思過後 她進行她看的 不是 周記 對不起 周記她反思了過後 其實對於接下來整個布局有什麼作用呢 有哪位同學想要談談的嗎 現在才要進入細肉對不對 美心 來 美心舉手了 你看 這樣生活的小事 聯想到國家的大師去 好 非常好 也就是說家裡發生的事情 對嗎 她會聯想到國家 好 非常好 還有哪一位同學要補充 她想到她的王 對吧 對 也就是說你看 在家裡發生的一些事情 如果是我們對學校一個老師 在家裡的一些事情 她會想到 我家裡的這件事情 跟我學校好像有相關 對嗎 就是說 體現出這個老師是怎麼樣的呢 又或者是你是一個員工 你在家裡的一些事情 你會想到 這個跟我的公司好像一樣 對吧 所以同學們 你在這邊你會看到 周記第二天見了徐公後 她的思考 其實在整篇文章 她是起的一個 對齊王要禁見 買下了一個富比 也就是說周記她為什麼過後 會禁見齊王 她發現自己比徐公好看之後 沒有 徐公比她好看之後 她就進行反思 所以她得出了結論 就是說在這件事上 她其實是受到蒙蔽的 就是她沒有聽到別人一個真正的話 這個跟國家齊王其實很接近 對吧 是 這個就是說我們講的 有時候我們想要聽到多角度 或多元的聲音 這是周記突然聯想到的一個問題 對於一個這麼小的事情 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 也可能發生在齊威王的身上 因為更多人看到齊威王 可能是更加的害怕 更加的敬畏 甚至是更加多有求於她 那故事接下來會怎麼發展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回來我們再請 曾老師給我們意義揭曉 不要走開 我們說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周記做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她跟她妻子的這一席談話 你看太太稱讚她 她的妾室也稱讚她 她的客人也稱讚她 後來到她自己親眼見到徐公的時候 她發現其實並不如他們所稱讚的 自己並不如徐公這麼的好看 她想到了一件國事 所以她就去見了她的王齊威王 所以這幅圖特別展示給大家 是因為這是老師的哥哥畫的圖 這兩幅圖就是在表達這故事的轉折 第二章的這個轉折就是 周記來到了見見齊王 她有一些建議要跟齊王說的 那老師到底周記說了什麼呢 那同學們我們就往下看 那你們課文裡面的第三段大家注意的就是 那個周記她要奉見其王的時候 她其實是用了一個邏輯推理的其中的一個方法 叫做類比法 那同學們我想要大家看一看 她用了這個類比法 她怎樣在說話裡面她進行一個類比呢 周記是怎麼樣進行這個類比的 有哪位同學 韋傑 來 她把她的妻子跟王的功夫 進行歸於一類 然後把她的大臣跟她的妾又歸於一類 然後還有她的世界之內的國家 還有鄰國的大使 歸於跟客人歸於一類 好 還有哪一位同學想要補充的嗎 來 鄉親 來 她因小無大把家裡的事情跟國家的事情來想比 好 對了 她從國家的事情 對嗎 家裡想到國家 好 還有哪位同學想要講的 一片沉默 剛才韋傑所說的就是她這個妻子成 妾未成 課有求於成 這個是她本身 周記本身 所以她就想到了國家其實也是一樣的 公父左右私亡 就是其王你在宮廷裡面 你的這些宮女等等 也肯定跟我是一樣的 每個都是講其王你是最好的 最棒的 對吧 那麼同樣的我的妾為我 就是我的妾怕我 那跟其王你在朝廷裡面的這個臣 那些人不敢跟你講真話 萬一講了一些你不喜歡聽的話 我的頭就掉在地上了 怎麼辦呢 對嗎 她跟我是相同的 還有就是客有求於成 客人跟我是有要求的 何其王你啊 四境之內都有求於其王你 所以她就進行了一個什麼呢 剛才鄉親所說的 以小見大 對嗎 從家裡的事情 看到國家的這個大事 從這邊她就進行了一個類比 所以我們說她這邊是進行了一個三比 好 非常好 我們再往下看 接著下來 周記他認為 王之壁 聖矣 它的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為什麼說王 其王 你的這個 以我們說一個比較俗的話就是說 兄弟 兄弟 是 你是比我更加的糟糕 對嗎 因為這個壁字是一個重點對吧 對 莎莎說聖矣 然後叫其王 你的這個壁比我的更加的嚴重 被蒙蔽的地方可能會比我更多 對 可能會比我更多 是 那同學們你們看一下 它的原因是什麼呢 為什麼他會說出這句話 王之壁 聖矣 那用你們的這個簡單的話來說一說 同學們 有誰要發表 好 佳莎來 好 佳莎來 因為那個齊薇王身邊的人 就大臣那些都很怕他 敬畏他 所以他們不會當面指責他的錯誤 好 好 好 還有嗎 有哪一位同學 好 韋傑來 好 很好 等一下郭春妳等一下 韋傑先 她的功夫會比週季的妻子會更多 所以他們的功夫又會更愛他們的王 所以他們就會更 不會跟王說實話 好 好 奉承的話會更多 是 郭春妳剛才舉手來 道尼 客人都是有球 還有她的世界之內都是有球跟她 就是有球於她 就是這樣 比如說有些人要土地 要王位 要不同的官位 對 或者是要保護等等 或者要各種資源 好 還有其他哪一位同學要補充的嗎 沒有 沒有 所以也就是剛才總結大家的這個說話 她帶出了王之筆 聖矣 就是說明了齊薇王身邊 其實很多人都在惡意奉承 都是在拍她的馬屁 剛才我記得韋傑說這句話 也就是斯王 衛王 有求於王 對嗎 所以齊薇王他就被蒙蔽了 他一切應該要聽的東西 他都沒聽到 對吧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看 整個事情就會演變成齊薇王 他應該要聽的東西沒有辦法聽到 老師 我打斷一下好了 那為什麼他需要聽這麼多不同角度的話 可能有一些人不明白 多聽一些好話不是好嗎 我們不是鼓勵大家說多說一些好話嗎 但是對於一個領袖來講 一個王來說 他為什麼需要聽各種不同的意見呢 對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辦法聽到別人的聲音 你可能只是單方面的罷了 所以單方面的我們很容易就會進入一個誤區 又或者是你會鑽牛角尖 那可能是某個人跟你給的這個意見 未必是完全代表是一個事實 所以就是說我們如果是身為領導的 我們一定要多方面地去聆聽每個人的意見 那麼進行思考 同學們在這邊想要問一下 你們在日常生活中 有沒有類似這樣子的一個經驗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也就是說你接受別人的這個勸導 或者是讚美 或者是別人給你勸戒 你有這樣子的一個經驗嗎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哪位同學 或者曾經也勸導過別人 有 佳芸 來 佳芸 我小時候的時候 曾經沒有做功課 然後我跟老師講 我忘記帶了 然後我的父母知道過後 不是直接責罵我 是用好像用那些人來我的故事 跟我講說謊下場是不好的 所以我就因為他用特別的方法 所以我可以接受他的那種勸告 好 很好 也就是說你在這邊 你得到的一個啟示就是 父母給你的這個勸戒 你接受了他們的這個勸導 過後你改變了你這個壞習慣對吧 非常好 有個進步 對 還有其他同學嗎 想要分享你自己的個人經驗 有嗎 好像貌似沒有 沒有 好 沒有的話 沒有 好 我們再往下看 看這故事怎麼演變 因為周濟認為他想要跟齐威王 給一些建言 他覺得一面之詞 而且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角度的那個說法 對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講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就給了這個齐威王 一些建議 希望說他廣開沿路對吧 是 好 那怎麼 可是他怎麼樣 因為你要一個臣子跟一個王來敬見 其實很多臣子應該也是不敢的 怕人頭落地 老師說 對 所以他應該怎麼樣鼓勵這些臣民 給齐威王勸見呢 齐威王後來也想到了一個辦法 對不對 是 我們請老師說 那我們再往下一個這個 是 我感覺這個 這個畫面好像有一些卡住了 沒關係 我們用講故事的方法帶好了 因為後來好像說賞罰分明 對於這個廣開沿路有一些幫助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再請老師跟我們來講解一下 不要走開 歡迎回來 我們說周濟這位謀士 他要給齐威王來敬見 可是每一個人我們知道都喜歡聽好話 那要怎麼樣鼓勵其他人 對一個高高在上的王來說一些 可能不太好聽 但是非常中肯 是真實的真話呢 好像齐威王還是周濟了 我不曉得 就想出了一個辦法 就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我們請教一下曾老師好了 那是什麼樣的辦法呢 對 當然我們就看一看 那周濟他對齐威王精進了過後 那齐威王他聽了周濟的這個建議 他其實是聽得懂的 那同學們 你們可以從課文裡頭 說一說 齐威王他過後有什麼反應呢 他有這個反應過後效果如何 哪位同學 來 就是說聽了齐威王的這個建議後 他們有什麼反應 這個齐威王有什麼反應 他怎麼鼓勵人家給他意見 有嗎 愛有 好 美杰 好 美杰 他讓他下令 所以誰能當面指責他會拿到一個賞賞 然後誰能公開指責他能受重賞 誰能在公開場所內綁抑他 然後會獲得一個加賞 好 對了 要獎賞來吸引他們 好 獎賞 好 非常好 也就是剛才韋傑所說的 面賜寡人之過 面賜寡人就是說你來到朝廷那邊 當面跟我講 講出我的這個弱點是什麼 好 第二個就是 他剛才韋傑所說的 如果你面賜寡人 我就給你上賞 就是最高的這個獎賞 最大的 你有勇氣來到朝廷 那我就給你 就像金牌是嗎 最大的獎賞都給你 對 最大的 就是說我這個獎賞裡面是最高的 價值最高的 那第二就是剛才韋傑所說的 上述於寡人 就是你不敢來到朝廷 那你寫 你上奏 不是上奏 你寫了這個信函 給皇帝 接著下來我就給你什麼 是一個宗賞 如果你這兩個你都做不到的話 你只在這個詩集裡面說 那你說的這些話 傳到我耳朵了 對 傳到我耳朵來 就像在Kopitiam 我們議政的時候 討論政治的事務的時候 那你的這些談話我也聽到 我也給你賞你 我也給你賞你 只是小份一點 對吧 對 沒那麼多 最少的就是下賞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奇威王他做的這個反應 就是他提供了三賞 那同學們你們可以說一說 他做出了這個三賞過後 有什麼效果呢 獎賞一出應該很多勇夫吧 是 鄉親來 他給了這個獎賞過後 原本是門庭弱勢的 可是過後時間 隨著時間的推進過後 就只有一點點人 過後到最後沒有人 來進見 是因為獎金賞完了嗎 是 同學們你們可以說一說嗎 不是 不是 鄉親你來記下去說 因為他的國家越變越好 過後就來進見的人變少 過後就 過後最後到沒有人 就都沒什麼缺點可以改了 沒什麼批評可以給了 是的 所以也就是說 開始的時候你看 他提出了這個三賞過後 門庭弱勢的 就是來面次寡人的 是非常的多 可是越來越久 時間慢慢推移了 過後你會發現到 時時而漸進 就是慢慢地 有時候有一兩個 有時候就完全沒有 就是越來越少了 再過不久 時間越久了過後 無可盡者 無可盡者就是說明了什麼呢 齊薇王根本找不到你的缺點了 我已經沒有 我都改過來了 對 都沒有東西好好跟你說了 對吧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國家開始改變了 變得更好 也就是齊薇王聽了這些人 給他的意見過後 他就進行了一個改變 所以國家開始變得越來越好了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最後戰勝於朝廷 就是這四國的這個 周邊的國家來朝見齊薇王 他們就好像在朝廷裡面 戰勝了的一樣 所以戰勝於朝廷 所以齊薇王變得很強大了嗎 對 最終你看齊薇王為什麼強大 就是他 一就是他有這些謀士 還有就是齊薇王他能聽別人的這個宣見 就講到一個王的心胸之廣大 他能廣納這些建言 是 所以他可以有一個進步的空間 不會有堵塞沿路的問題 對 好 同學們我們再往下看 周記和齊薇王 我們上了這堂課 他給你留下了一個怎麼樣的印象呢 好 有哪個同學想要回答 好 明杰 來 周記是個善於思考 擁有巧妙的言語意識 和敢於敬見的人 而齊薇王是個知錯能改和擁有 改除弊改良政治的決心 也是個虛心接受判斷和意見並 積極加以改正的人 OK 好 非常好 還有哪一位同學嗎 當你們在評價的時候 就是他給你這個印象 一般上同學們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能夠從一個人或者是你要評價他 一般上可以從他的言語或者是他的行動來帶出 好 接下來同學們 你們可以就是從原文裡頭 你可以找出來嗎 你下的這個你的判斷或者是你給的答案 你是根據原文的哪一個句子 你帶出這樣子的一個自己的看法呢 好 來 哪一個同學想要 除了剛才明杰的答案之外 有嗎 可以舉出那些例子 好 佳芸 那個周忌 他目前而失之那邊 代出他是一個有自知之明的人 OK 好 就是他有自知之明 好 還有嗎 所以同學們你們要記得 OK 好 鄉親 來 從那個余氏入朝見為王那邊 可以帶出他很關心國事 OK 就是他進這個境界 然後找起為王的時候 他是關心國事的 OK 非常好 好 還有嗎 我還有一個問題 是的 我想問同學 剛才因為同學一直講到 這個周忌很有語言的藝術 它體現在哪裡呢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好像可以談 他沒有直接建議齊薇王怎麼做對不對 是 那他是怎麼樣去讓齊薇王 聽懂他要表達的事情 不知道同學有觀察他嗎 好 佳芸 來 他把他自己的經歷先講出來 就是用類比拔 然後用自己的經歷帶出 那個齊薇王也是跟他有一樣的經歷 那個經歷是什麼經歷呢 是家事對吧 他為什麼要用經歷 個人的經歷 這種好像雞毛蒜皮的小事 來跟齊薇王說呢 所以他要帶出的是怎麼樣呢 他用家裡的這個事情 而不是直接說 他用這個類比法 剛才佳芸所說的 他最主要的是想要怎麼樣 如果有時候我們直接對齊薇王 你直接跟他說 他會怎麼樣的一個後果呢 好 佳芸 他是想要保護齊薇王的尊嚴 厲害 他要保護他的尊嚴 好 剛才我看祥慶跟韋傑 你都舉手了 你們要補充嗎 可以補充 他除了保護他的自尊心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目的嗎 就是可以讓齊薇王更容易接受這個建議 對 剛才好像佳芸所說的 如果我們不直接說 我們用委婉的方式 可能可以保住別人的這個自尊心 不會讓他這麼難堪 如果是對方聽得懂的話 OK 好 非常好 這個原文裡頭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周記 他所做的一些事 或者是他所說過的話 我們來評價 所以從這邊他看到了這個徐公 他覺得自己比不上他 所以這個就反映出 周記他其實頭腦冷靜的 他不會因為一些讚美而沖昏頭腦 對嗎 所以以後你們在看這個篇章的時候 就要注意 在他睡覺之前 他會進行一個反省 所以周記他其實是一個善於反省的人 對任何的事件都會有一個 進行反思的這個動作 接著下來我們看 於是入朝兼威王 剛才有同學說了 就是他關心國事 想到家裡的這個小事 跟國家其實是類似的 他會時時地把國事放在心上 第四個 有始觀之 王之必 王之必 聖乙 對嗎 所以這表示他善於敬見 國王 你這個蒙蔽是很深的 對吧 在奇威王部分 我們可以說 同學們你可以說一說嗎 這個奇威王 他給你留下什麼印象 或者是你對他有什麼評價呢 哪位同學 過程對不起 來我看到 你開麥 從奇威王身上 我們可以看到他 願意地去接納他的錯誤 從而做出更好的改變 OK 好 還有嗎 好 美心 他心胸寬廣 然後願意聆聽別人的意見 然後去改正自己的錯誤 是的 心胸寬廣 對嗎 能夠接受 非常好 來還有嗎 大概是到這裡 OK 那老師呢 對我們就可以看到到 奇威王他所做的這個決定 他所說過的話 善乃下令 他下令的這些指示 就可以得到了一個結論 就好像如同 剛才同學所說的 心胸寬廣 虛心的納見 能夠接受別人 那接受了過後 勇於改革 對嗎 還有就是 對這些有賢 有才的人 他是能夠接納的 而且從盡如流 有錯就改 好 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課文 從週記進見 到奇威王那見之中 你分別得到了一個什麼啟示呢 同學們 你們來說一說 通過我們這一堂課 好 來 香慶 身為學生呢 我們在給別人意見時 我們必須用良好的語氣 跟他們溝通 讓他們明白其中的道理 從而愉快地接受我們的意見 OK 好 非常好 來 還有嗎 佳芸 身為一個領導 我們要保持同腦的清醒 就是不要別人講什麼 我們就信什麼 然後我們在給別人建議的時候 也是要注意我們的語言 不要傷害別人的自尊心 好 非常好 OK 好 還有嗎 來 郭誠 來 郭誠 當別人給我們勸誓的時候 我們就要很耐心地去聽他講的話 然後頭腦也要保持冷靜 然後虛心地來聆聽他講的話 然後我們做出更好的改變 對 這樣 很好 還有嗎 好 最後我做一個總結 同學們剛才所說的啟示 我可以做一個總結 就是當我們在跟人家說的時候 我們要善於用技巧 微婉等等 當我們聽了 我在聽的那個立場 我們要虛心地接受 胸心要放得寬廣 這個是我們今天這堂課 最終我們所要帶出來的一些 是 可是老師 我看您擺了這幅條幅在這裡 寫中言逆耳 好像跟老師剛才講的 有一點衝突 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是 就是說中言未必是逆耳 對嗎 就好像周記他給我們帶出來的這個例子 他能夠給其微王經見 可是未必是逆耳 所以我們在勸説別人的時候 這個中言未必一定是要逆耳 對嗎 所以有時候你不是逆耳的話 讓人家更容易接受 所以那個讓他不逆耳的前提 就在於你的表達的技巧 對 以語言的藝術的使用 是 可能講的是別的事情 但暗示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 所以我們要懂得用這種方法 類比法或者是比喻的這個方式 好 希望同學們上過這堂課過後 你們對以後跟別人溝通 或者是你在聽別人的這個建議的時候 能夠用上我們今天課堂所學的一些知識 是 因為在社會上我們知道 有時候是我們要接受別人的勸見 是 我們要能夠虛心受教 但有時候是我們想給比我們年長的朋友 或是長輩一些建議 是的 尤其是比如說父母親 或者老師 那在提這些建議的時候 同學應該怎麼去表達 這就是語言的藝術 而且也跟我們個人表達的時候 那個態度的展現 各種姿態息相關 那老師 最後如果還讓您再簡潔地 再總結一句話 給同學還有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老師會給他們一句什麼樣的話呢 好 同學們 你們要善於聆聽和善於訴說 這個要拿捏得好 好 謝謝老師 也謝謝所有今天參與我們這堂課的同學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 在生活中 我們肯定遇過給別人勸見 或者接受別人勸導的經驗 今天就讓我們來談談 給別人勸說時應該注意的事項 以及接受別人勸導時應該有的態度 我們在勸導他人的時候 最好能先稱呼對方 語言聞名 態度和善 用對方最能接受的方式勸導 當別人給我們勸説時 我們應當要耐心地聆聽 頭腦保持清醒 心胸要寬廣 和虛心地來聆聽別人給我們的意見 然而及時地發現 和改正自己的錯誤 從而做出理智的決定 當我們在給別人意見時 我們必須讓他明白其中的道理 從而愉快地接受我們的意見 我們在勸告別人時 不但要巧妙 還要貼切 態度溫和 從而讓對方願意聆聽我們的意見 我們勸告人的時候 應該保持禮貌 不能太過激進 要微笑 要溫柔 這樣能讓他們容易接受我們的勸告 我們在勸告他人時 我們應該要擺在平等的位置 這樣的話 他們才會認為 我們只裝他 而為他抽象 我們在除非 我們在主題上 我們在主題時 我們在主題中